平常都只有在電視上有看到你 謝謝 那我先跟大家來說一下交通宣導 請大家往裡面站進來 因為我們後面已經塞車了 後面塞車了 大家站進來才可以更看得清楚 我們的秉智本人有夠帥 那今天我們現場有很多好朋友 是不是可以先請我們秉智跟大家打聲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是蕭秉智 今天謝謝聖誕宮的邀請 讓我有機會可以來這邊參與給大家聽 謝謝你們 哇 那因為大家等待你非常久的時間 我想要先給他們一個粉絲福利好不好 跟大家來一張大口罩 我都站在中間的位置 來後面的朋友 中間會不會擋住我們 盡量往左右兩邊 這樣OK齁 好來來 來我們中間的攝影鏡頭 來後面的手舉高一點 盡量往前站喔 後面是車道有汽車在通過 請大家小心喔 OK嗎 那我可以組成自肥一下嗎 哈哈哈哈 我也想要跟你拍一張橫帳好不好 那 真的啦 有給你們一個很大的福利了 我跟你們說 因為呢 這個今天現場有我們觀眾朋友 從下午1點 還沒有1點嗎 還沒1點 8點半就來了 等你等到現在 非常感謝 對 那我知道呢大家 粉絲朋友們 應該都知道我們秉智 即將要推出新歌 是不是也請我們秉智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我最近 呃 就是出了一首新的單曲叫做 可不可以別做他的情人 對然後 等一下也會唱 希望大家喜歡 那接下來我們秉智呢 在明年也即將發行第三張專輯 也要加上這個葬回小巨蛋喔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支持他好不好 嗯 一定要好不好 到時候這個 售票會再發布在你的個人官網上 對對對沒錯 好 那接下來 舞台先繼續交給秉智嗎 還是你們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沒有問題 有有 剛才他們其實在這個 你還沒有到場下午的時間 有把一些問題先告訴我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來詢問一下 OK 那因為剛才有提到說你有出了新歌對不對 對對對 可不可以別做他的情人 他們想說 要問看看為什麼你想要寫這首歌曲 啊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喜歡我的情歌 然後 希望我的情歌可以一直陪伴著大家 當大家的情人這樣子 哇 好浪漫喔 那這個 有歌迷在現場等了你六個小時喔 那他想要問說呢 並是你自己 最喜歡你的哪一首歌曲 最喜歡的應該是 呃 你們這樣子給他壓力是不是 最近就是喜歡我的新歌 可不可以別做他的情人 希望大家可以多聽 好 接下來讓我們繼續把舞台交給我們的秉智 謝謝 謝謝 好